第八場賽事都研究過 接著下來第九場 三班千八 狀態fit的馬又是很多的 這組都配備變動五初戴眼罩 七就除避窟 重戴眼罩摘利照舊 九就眼罩有了 除了個摘利 十就除交叉避窟 初戴開封眼罩 這陣子經常是動配備的 天池乖俠 贏完勵fit 我真的覺得他很聰明 狀態真是 這些保持得到 不過 這個馬房是否真的沒有打搭贏 我真的有點害怕 真的沒有嗎 我真的不知道 少了 那真的要留意一下 這隻龍船狀猿 你也過來試試穿菊草 其實它是一隻跑支 還是有一點輪盡的馬 我不知道應付這麼多個彎 轉得順不順 這些OK啦 一定是黃寶 跑法你大概已經盤算到 其實馬刀很厲害 這隻順風寶 上次一出已經跑1,800 這次繼續都報1,800 當然進度、水土各方面 可能還未成功 我想這些馬都留意著走勢 拜便那隻 喜應保 在潘頓跑之前突然間斷了 好像在賽事裡交不回來 所以是否因為這樣 而戴眼罩 市集因為他戴眼罩 想他留誰知道都慢了 是的 起琴那組集 健康在亡 這個就是跳一段四百的 相當之急勁 這隻健康在亡 他都彈了一個泥地集 賽前呢 因為他下的比較慢一點 正確來說 他什麼集都做了 已經就是 好了 全才 我其實是嫌他有點撩身 你說他跑得近 或者什麼都好 我到現在 我都覺得是 這隻就不撩身 相當之巨型裝的快步竹 因為他都是 走出來就知道 它是一座山 這隻馬 今年都聰明了 落牆 自己懂得賺錢 這隻牆場都差不多可以 這隻快步竹 真厲害 跳得很好 你看到短腳踏 丟掉了一條薑誠牆 隻馬大隻 要讓牠離開 再看看狂舞派 又是可能 季初脫漏過 我覺得是有少少 進度方面影響的 全民皆知 陳粗挑 繼續都有交叉避窟 這次決定除了牠 因為牠這個配備 看回都帶了很久很久 但可不可以帶給牠一些新鮮感 馬就差不多了 好了 變數 我都不知道 現在你這樣上來跑千八 但是這一組是混雜了 很多狀態好的馬 你說狀態不好嗎 我覺得這些馬反而越來越好 這些都嘗試來跑千八 浪漫組合 賽前都試了個閘 牠也是越折越勇 我季初還說牠不懂得入Q 後來都能夠贏得到 算牠有進步 安城 大大步 試閘那些都不用理牠 那些閘都是有份試 傷患紀錄 牠是因為上次跑完之後有血 其實這馬神操裡面都很急 如果補這些出來就更加亂了 百姓名區 後備馬來的 翻了重化粗一輪 牠就不起眼的 這些馬之後組 上次都很失望 不過 好 來到第九場 就三班千八米 這次全晚的賽事計 兩組千八都是複雜的 一月盃那場第四場 另外這一組都是高手混雜 相當之多好能力的馬堆在一起 再加上你看賽事形勢 應該不會特別慢胚醒 我想可能最多都是正常 幾隻馬跑法接近 黃寶 快步速 全民皆知 三隻都是屬於前領營或者首位的馬 所以我相信組短 應該不會太慢的胚醒 那你說神操劍BD馬較為特出一些 譬如黃寶 自己我上次都很喜歡 這次用蕮恩都是夾檔 這些馬瑞開羅夫全有可靠 很多馬都出到來交到 其次六 健康在望 八 快步速 甚至變數 我都覺得它挺漂亮的 你看看之前丁固圖的馬 手鋒順不順 如果前面馬房手鋒順的 你就拖起這隻變數一票四重彩 所以有時那些馬 很取決於賽事形勢 快步速 名叫快步速 有時遇到一些非常慢的步速 突然之間又沒有馬跟它放 自己放得順 可能它就會好地地 好了 那你們要看黃寶怎麼跑 黃寶我覺得還可以繼續上 這隻 它演出好像很穩打穩摘 我剛才所說 你的馬房裏面有好的馬 你保持得到穩定性 這個是很難的 不是真的說是 我覺得這隻黃寶依然很好 另外一隻龍船狀元 就是剛才你看到它喜歡扯低頭 其實上一次蘇明輪跑 它都趕快一早 因為馬喜歡扯下去 或者它有點厚 它寧願走出去生位 所以沒有要條欄 不過這些大家都猜不到 轉過來谷草 要有合理賠率 那千詞怪合都挺健康的 其他六號馬我一定會要的 健康在網 這隻馬是撻回來的 我不知道它能否贏 但是你怎樣也要拖它 其他林盡在底 第九場賽事都研究過 看看Feed到鎮 又選了什麼馬 大家都第四場 我就是超級軍團 那我就選擇勇猛神區 希望一對都交到 好了 重複多次 接下來的賽事 安排在星期三 跑馬地 安排左右九場的夜馬 6時45分開跑 到時再跟大家分析 拜拜